嗨 我是被遺忘的Daniel 那個 Alex 那個樓上有一個創投 你可以去找他們聊一聊 叫David 戴眼鏡然後 藍色的襯衫 然後 這邊想要先講一下就是說 剛剛很多講者他們已經分享了 他們的作品 然後跟想法 但是我接下來有提的 可能會跟他們的有一些有衝突 所以不要太在意 聽聽就好 那剛剛是 好像是外子對不對 好像是 你讀了七年 當了七年的學生 其實我也當了七年的學生 所以我年紀在這邊算最大 這個七年是 我光國中就讀了五年 然後我有兩張畢業證書 不同學校 所以人家問我的話我會回答 我是Double Major 然後 剛剛外子的同學 他在高中的時候 說有要修學的念頭 但才是撐下去的 我有修學的念頭 可是我三個月就撐不下去了 可是我現在讀研究所 很怪 好 Anyway 我們今天要談到的是Value Value在英文裡面 反正就是價值 它有價值觀的意思 那價值觀的東西 其實當我從日本回到台灣的時候 就有遇到這個事情 我第一份工作 16歲的第一份工作是賣肉 然後你看 大家會笑對不對 可是在日本真的很正常 其實就是 Butcher 就是跟肉有關就對了 Anyway 那我在台灣不知道怎麼講 講賣肉的時候 大家都說 是喔 你第一份工作賣肉 幾歲 16歲 真的喔 那應該很辛苦耶 可是我不知道他還講什麼 我不知道他還講什麼 就覺得 不會啊 其實我還蠻喜歡的 很習慣對不對 其實這就是價值觀的差異 那價值觀這個東西 重不重要 我覺得很重要 很多人因為價值觀的煩惱 是吧 沒有嗎 比如說你遇到一個帥哥或美女 覺得他好棒 覺得世界都繞著他轉 三個月六個月後發現說 不對 價值觀差太多了 那可能撐不到一年就說 你的分手流往往是 不好意思 我們價值觀差太多了 對 我祝你幸福 這樣子 那實際上 你看Google 你去Google 你會查到就是 價值觀不同 有三千四百萬 馬英九 有兩千八百萬 你就知道說 其實因為價值觀不同 我煩惱的人非常多 我的時候價值觀不同 跟馬先生沒關係 那這個東西 為什麼我們要care 為什麼我們要在意 價值觀就價值觀嘛 那可不可以透過溝通來解決它 甚至說不要溝通 我們相愛就好 對不對 Love is everything 有愛 有愛 什麼都可以 日本還有一首歌叫做 愛一定會贏 可是實際上 因為我們活在這個文明世界裡面 你說 沒有價值觀 這很困難 沒有一個溝通 這很困難 我們不是 可以幫我換一下 我們不是這個人 我們不是這個人 這造福一下那個女性觀眾 我們不是這個人 我們不能用嘶吼 就解決很多問題 我們需要溝通 假設去想想看 有沒有想過說 泰山 他找到他理想的對象的時候 狀況也成這樣 欸 月亮給你來一下 假設我是泰山好了 然後月亮女 欸 叫她亮女 亮女好了 那比如說我看到亮女 你說 嗨 哈囉 沒有嘛 因為他只是靠濕號 他可能就 哈囉 然後亮女就 嗨 一開始就五號 之類 你也不會 亮女也不會要求說 多浪漫的音樂 我要 Find me to the moon 然後慢慢的什麼 沒有 就直接那個 就這樣 這個是 謝謝 謝謝月亮 給月亮一個鼓掌 鼓掌 所以其實在 我們活的世界裡面 我要求非常多事情 非常非常多的 detail 沒有辦法這樣子 那 因為如此其實 欸 喔 沒關係 因為如此 其實我們會很去 分析 不管是星座也好 或是心理學也好 或是 寫情也好 那剛剛有一些 好像有一位設計師 他有設計一些 寫情的東西 然後描述他 姐姐是怎麼樣 然後金牛座是這樣的 那實際上呢 欸 我 不好意思 我覺得這個有點像女泰山 這是算命師 不然是算命也好 或是星座也好 有沒有辦法 有一個人可以告訴我說 你可以convince 你可以說服我 在東京 出生的人 跟在非洲出生的人 同年同月同日 同一個時程生 同一個性別 他們個性會一樣嗎 這是我很懷疑 就是星座的一個原因 那 心理測驗其實也是 心理測驗本身 它會分 就是 比如說 九宮格 什麼心理測驗啊 或是十六個之類的 那 它會把所有人 都放在一個框架裡面 那 這些框架 其實有時候 我們看到心理測驗結果 就覺得說 嗯 好像是這樣 又好像不是這樣 算命也是 嗯 好像是這樣 又好像不是這樣 沒有辦法百分滿說 YES 就是這樣 除非是 洗腦或幹嘛的 所以 所以其實 我們一直在思考 有沒有一個辦法 我們找到自己跟自己 價值觀相似的人 甚至於說 我們可以把它 可視化 就是visualize it 可以讓你看到 你跟這個人的 價值觀的差異 有沒有可能 這非常抽象 那我們想很久 它是可以的 而且當你做出來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什麼 第一個 假設好 月亮 我會覺得說 月亮都不懂我 對不對 對不對 然後就哭哭之類的 那月亮 你可能覺得說 噢 別人都不懂啊 什麼什麼的 因為我們沒有一個東西 可以看 所以我們會覺得說 噢 反正你就是不懂 但是如果你可以看到 差異的時候 其實 你就多少少可以亮解說 噢 對啊 我跟月亮反而就不一樣 雖然我很希望它可以了解我 but that's the real world 另外一個是 你可以透過這個東西 去找到跟你很相似的人 你就不需要因為說 嗯 就是熱戀三個月六個月之後 又收到同樣的一個 分手的理由 就是說噢 我們價值觀不一樣 所以其實我們做了一個東西出來 那之前去蛋漿焦點的時候 大家的朋友應該知道我們做的東西是什麼 我們可以讓你找到跟你相似的人 那這個是我們做出來的一個畫面 簡單來講就是 欸 這上面有什麼相似做到多少 Henry Henry在嗎 Henry不是在 在樓上 果然是個怪咖 那個 像 這是我的profile 你可以看得出來說 其實每一個人都不一樣 因為我們是peer to peer 我跟月亮是這樣 那我跟小月亮 就不一定是一樣 那小月亮跟大月亮呢 也不一定一樣 所以每一個人都unique 這樣才肯定是我 那重點是要怎麼做 那做的方式呢 可能有機會是一下來跟大家分享 下一頁 因為這是比較偏細膩的東西 那這個是一個表就是 其實我們會請你回答一些問題 那這些問題 你可以看到 你自己選的什麼 因為你 除非你IQ很高 不然你不會記得所有問題 那你就會看得到說 這個呢 在顯示的是 有其他有多少人 跟你選的一樣的答案 也就是說 如果你選的這個答案是有 40% 50%甚至60%人的話 你跟大眾是差不多的 但是如果選一個項 只有8% 9% 4% 這個問題是什麼 你相信靈魂辦理的存在嗎 我的選項只有4%人有選 所以我也是怪咖 but anyway 做過這個東西 其實我跟Henry聊大概15到20分鐘 因為我不懂他的了解 為什麼會這樣子 他也不懂我的邏輯 可是光有這個東西出來的時候 你可以有非常非常多的交友 非常多的分享 你可以更了解彼此跟對方 可是現在你只能看得到 你朋友周邊 我們後續會辦一個活動 我們會從學校開始 就是 我們會每天有個User ID 那你在User ID上呢 我們會發表這些User ID 然後從相似度高的人去發表 那你就會看到說 我周圍的朋友可能只有5-60% 然後出現一個80%的 你不知道他是男生或女生 你也不知道他長得怎麼樣 但是你會很好奇 你會 那這個東西其實已經有在網路上 不過呢 下一頁不行 時間到了 不過因為現在 因為人數眾多 伺服器出了一些問題 所以會在台北焦點的那個 那叫什麼 BBS還是什麼 對 語樂者交流板那邊 會在發表 修豪在發表 大家可以來玩一下 謝謝 因為常常有的 你不是的 是 貪圖 所以 看這回 我來 沒有 你 沒有 沒有